今天是鬼节 夜里我开着滴滴回家 突然一个女子出现在车前 我赶紧急上车 女子上车后用沙哑而凄惨的声音说 请到殡仪馆 我吓得冷颤了起来 但是只能硬着头皮开过去 到了殡仪馆 我不敢回头看 她开门后我迟迟没有听见关门的声音 我回头看后座竟然没有人 车的四周也没有人 难道真的是鬼 正要离开一只血淋淋的手突然拍在了挡风玻璃上 女子满脸嗜血对我说 我XX你点到狗里旁边了 XX我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 这样你就能陪我更久一点了 冰淇淋真好吃 XX夜晚我和弟弟走在幽暗的小路上 路过一根电线杆 我记得不久前一对男女离其上蜜于此 突然一阵阴风吹过 弟弟指着电线杆说 这些上面有两个人 我吓坏了不会是那两个人的冤魂吧 我联盟网上看没想到 电线杆上挂着个牌子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 我打死你个臭小子 XXX 这台测人类内内心的机器有问题 我给我女朋友测着玩 结果一直显示输入错误 难道她不是人 拜托你女朋友是个抱着怎么测得出来 哟艾米丽亚 你也揭发我一下 我给你刷脸 女朋友离奇死亡 一个牧师让我一定要在今晚12点前 把她衣服上的血迹洗掉 不然会有杀生之祸 到了11点50 我怎么也戳不掉衣服上的血迹 痘打的汗珠从我脸上流下 这是狂风大错 从后疯狂摇跃 不然雷点滑过 女朋友穿着沾满血迹的衣服 满脸猙獰的对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这血迹洗不掉吗 因为你没用太智小傻瓜 只要双手轻轻易柔去除完Google 夜晚我在银行取钱 突然灯灭了 我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又是个穷鬼 一把余额都不到 作为小偷我都要失业了 到我的回合了 音乐老师Music 我的名字 龚腾之无猪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 姐姐亲眼目睹我莫名其妙得了沸水肿 一定是我睡觉口水太多 把自己呛住了 姐姐为了我和恶灵做了交易 印证了线索4Deal 所以姐姐只剩下5年寿命 至于这个恶灵到底图谋什么 那还用说 一定是我的美色 冰激班长已经推险我很久了 连针子也对我爱慕有加 还有你陪同这个药名我好像在哪听过 我想起来了 甲地韵童 要不严格 爸爸一定是个药粮 不要问我这个素食是干嘛的 肯定是召唤神龙 最后一篇日进是20年3月13日 今天是21年2月3日 往前推算半年就是姐姐的死亡日期 大概是20年6月左右 姐姐交易的时间是16年3月13日 这没满5年 姐姐的死一定另有隐情 把我马上就睡 臭弟弟